扶貧委員會成員羅志光在一個電視台節目時說 相信要做到即收即付 令全民都有退休金的全民退補項目難度相當高 羅志光更加說若今屆政府能做到推出全民退補 已經可以說是奇蹟 羅志光認為社會不應該全富精神討論全民退補 而應該兩條腿走路 包括檢視現有縱緩、長者生活津貼、強積金等等制度 相信這些制度亦存在改善空間 至於關外基金推出第三輪ANMO人士生活津貼 羅志光承認上次計劃推出時 預算批出6億最終只是用了3億 是估算錯誤 他又說計劃愈來愈難造立 既要靈活又要考慮可行性和能不能行常化 羅志光亦提到普選問題 對坊間有人提出特首普選 引入白票首尾門機制 羅志光認為建議能令選舉存在制衡 但北京接受的機會不高 ONTV都網紅電視新聞討報道 中文字幕提出 中文字幕提供